作詞 作曲 編曲 編曲 當時來到台北 都先去睡 反而驚 當人叫工就在做編工 郭先生說這句編工 我們知道就是說 沒有月給湯匯唸 人人有叫才會走 不過這句 以前 以前的台語人是說編工 因為編工有百種改遷 就是工作做編 正人死了 這樣就編工 不過照我現在在社會在聽 為什麼有人說編工 為什麼有人說編工 意思就是郭先生剛才說 說那個沒有月給湯匯唸 人有叫才會去做那種工作 叫做編工 不是工作做編 大家改善 不是有 是說有一次你湯匯唸 民仔仔 不知道怎麼會繼續湯匯唸做 這樣叫做編工 當然啦 這些湯匯賺這些人 多少做多少賺的人 有時候要勤勤 也說我們不常做人的塞 三年四五月出塞 我們都可以自己開店 我老爸這年就是想這樣啊 總是有時候拚拚拚 也是要幫我添添 我們下班工作在頭做什麼 不然來海山打 來山喝一下 說到這個喝 喝酒才不好 不然我們把它當作喝滾水 還是喝飲料好嗎 總是山喝的喝 重點是這個喝 重點是頭上這個山 先說山喝 這人日本時代理店就有改水了 山喝就是什麼 所以不知道就難過的人 有酒可以帶一杯來喝 不過沒有材料又切蜜皮 那就欠你 不要這麼欠啦 切淡薄都兩 切淡薄的海大 切五顆的豆干來淡三感不好 說這句淡三就是吃無材料飽了 只要稍微吃淡薄 吃一嘴 吃一個雞腰的 吃一個氣味的 讓它淡三 稍微吃一嘴 讓它淡三 但是後來有人在說到 說我們淡三不可以淡三 意思是賺酒沒關係 吃淡三的 我們不可以淡三 不可以做那個開心書 不可以跟人家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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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今天就你研究這個都什麼 都出外人 辛苦人 賺錢人在說的台語言 說我做算天 不可以多少晚上去山林 切淡薄的豆干 切淡薄的 用一個淡三的而已 這就是修法長那條歌 在跟我們教的說 不僅香味是無湯 實實在在打拼 有一個萬公的出頭皮